继续对话军校形象代言人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空军歼20飞行员董俊 董俊第一次跟公众见面 是在2022年中国航展上 他驾驶着歼20飞机首次中将珠海 座舱盖打开 他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这是我们的记者现场采访他时的照片 他是空军航空兵某部参谋长 一级飞行员 今年37岁 我们都知道要成为一名飞行员是很艰难的 而董俊在高二那年 就坚定地选择加入人民空军 他的青春故事就从高二招飞说起 就是有一天班主任突然走进教室说 空军要来招飞行员 你们感兴趣的同学 不近视的都可以去试一试 就很简单的一个通知 然后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完全不一样 年轻的男孩子高中生 本身对于蓝天就特别向往 特别渴望 就是全年级的男生全去了 第一轮最后就剩下四五个了 空军招飞选拔非常严苛 董俊顺利通过第一第二轮筛选 进入到第三轮的时候 光是体检项目就有几百项 其中嗅觉测试 让董俊直呼怀疑人生 他拿了几十个小瓶 都闻到怀疑人生 就是可能你刚开始 因为里面有水 你要运气不好 你先闻了一瓶醋 然后再让你闻水 你怀疑自己 到底有没有味儿 我要过好长河让人反应过来 第一次接触转移 然后左好几十圈 然后右好几十圈 下了以后地上有一套直线 说来走直线 然后下来以后不吐的就比较少 顺利通过选拔 进入到空军航空大学后 真正的淘汰才刚刚开始 第一次飞行训练 五人一组 飞完十个架次后 每组能留下的只有两三个人 其实第一场就是懵懵的 而且那时候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而且还是自己驾驶的飞机 也没有坐过迷航 然后就起飞了 起飞以后 起飞以后师傅就说 好 你看下面是我们的城市 我们住的营区 先把你放不放的心情 然后说 好 我们要开始了 你做好准备 然后师傅就开始做特技 半滚 然后不停地旋转 然后上下翻飞 然后直到你说 师傅 我不行了 停 从初级教练机 一直到高级教练机 歼7 苏30 歼16 一直到现在的歼20 董俊一步步实现了 自己的蓝天梦 直到通过了层层选拔 我自己具备了歼20的飞行资质 才接触到它 做到它坐舱里那一刻 你才会知道 现在装备的发展有多么快 你要在电光火石之间 可能就是一两秒钟 要么就是它被击落 要么就是你被击落 2022年中国航展上 空军四架歼20战机震撼亮相 其中董俊驾驶的歼20中将珠海 更是瞬间刷屏 燃爆现场 当落地的时候 看到地面无数的人在向我们招手 打开装盖那一刹那 此起彼伏的呐喊声欢呼声 那一刻的心情特别特别激动 人民需要我们 国家也需要我们 我们要保护他们 那种责任感 由然而生 从最开始只是向往蓝天 对飞机没有任何概念的 懵懂少年 到如今成为融入体系 带领编队作战的空中指挥员 护卫蓝天 董俊将他的青春和梦想 写在了蓝天之上 平常人可能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 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可能很少人知道 领空的地图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们知道每一条线 每一片区域 都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子里 那是坚决不容侵犯的 我们所有的队伍 都做好这种准备 都适合成为 其实除了英雄航天员 刘洋还有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 刘洋说现在的荣誉和成绩 要源于在青春时代 他选择了军校 从自信满满到备受打击 再到经历洗礼 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刘洋是如何实现 人生蜕变的呢 那个证件照是什么时候照的 应该就是毕业的时候 对 得知这次的采访 是围绕军校的主题展开 刘洋特意带了自己 当年军校的毕业证书 经过四年的这种考验 塑造之后 更像了一个军人的样子 在气质当中 形象当中更多的有了一份干练 也有了一份担当 眼神当中更是多了几分坚毅和勇敢 1997年 刘洋以超过当地地方重点院校录取线 31分的高分 考入空军长春飞行学院 刘洋坦言 当时内心还带着几分高材生优越感的他 一下子被军校完全不同的生活学习方式惊到了 我记得我就给我们一个同学写信 跟他讲 到了军校 现在天天被约束 被管理 还要不停地踢正步 走对列 跑操 我同学给我写了一封信 我印象特别深 他说我们是多么地羡慕你 在我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梦想 还没有找到自己方向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找到了梦想 已经找到了方向 这个过程虽然痛苦 但就是我们要经历的这个蜕变的过程 心里的认同 一下改变了刘洋的军校生活 而刘洋说 更大的改变 14年军校生活 让他不知不觉变得更加不惧挑战 更有担当和责任意识 这里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的场景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实验舱 在飞行之前 我们进行了封闭隔离的工作和生活 密闭空间生活 还有大量繁重的工作任务需要完成 您是怎么一步一步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适应这样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要克服很多的困难 要求我们工作生活非常严格严谨 严格遵守规定 而在军校这种非常严格严谨的一日生活制度 已经深深地迁移到了我们工作当中 2012年 仅仅经过两年多航天员训练的刘洋 就受命执行神舟9号载人飞行任务 成为中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 2022年 刘洋作为神舟14号航天员之一 第二次进入太空 并成功完成出舱活动 你也问我 你说坐在神舟飞船上 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说特别骄傲 特别自豪 也特别幸福 这种骄傲和自豪 就是为祖国去拼搏 去争得荣誉的这种荣誉感 四年的军校生涯 包括十几年的空军的飞行经历 给我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 都能够积极地报考军校 因为军校里面有最有价值 最美丽 最火热的生活 也有最美好的未来 和最伟大的担当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认识了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之一 刘洋 下面我们要走进 另一位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 朱月蒙 他是我国首艘航母 海军辽宁舰舰员 此前朱月蒙因一段 在辽宁舰上 用英语向外军舰机喊话的视频 而走红 今年3月 他又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 出现在代表通道上 那么朱月蒙当初 为什么选择报考军校 军校生活又带给了他 怎样的成长呢 其实当时报考海军院校之前 对海军了解不是很深 但是我上高中的时候 有几个电视剧特别火 尤其有一电视剧叫旗舰 我的大学去我们高中招生 招生介绍的时候说 我们第一次招收首批女学员 我心想这不就是机会来了吗 然后就果断报名了 然而如何把机会变成现实 似乎并没有朱月蒙看上去那么轻松 去了报到了第一天吧 这个队长让我们跑3000米 跑完我在那草场就哭了 大概一个月吧 每天都在训练 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的脚什么的都抹起了泡 我们队长拿着一根针 在给我们挑脚上的水泡 朱月蒙当年就读的学校 就是如今的海军航空大学 对于海军院校的学生们来说 出海实习 是大家最期待的训练课程 这个著名的地点 就是八一舰的一教室 这个跟八一舰一起出海 八一舰基本上就是 所有海军的学员 在航海实习或者出访的时候 经常会随的这个船 这个一教室 就是应该是一个 海军学员共同的记忆吧 我们上学的时候 有一门课叫航海基础 举个通俗的比方 就是把你扔到大海上 然后你如何迅速地 利用你身边的一切事物 找到自己的位置 找到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去 这个我们这就是 用六分仪在观测 上学的时候 我是08年入德学 那个时候就刚好赶上海军 有一个大发展的时代 那到我毕业的时候 我刚好就是赶上了 咱们航母辽宁舰出海 这个组建的这个过程 当你真的站在辽宁舰 十周岁的那个时间节点上 看着甲板上 从这一个飞机都没有 到现在我们甲板上 全都是飞机 这种自豪感是 就是可以说是油然而生吧 我感觉这十年 我是跟航母一起成长 现在是在评宁航下 你不相信 这就是在那里的